中国武术段位制 是中国武术协会制定并实施的一种 全面评价习武者武术水平等级的制度 段位等级分为段前级、初段位、中段位和高段位 共三级九段 考评内容包括 武德评审、理论考试和技术考试 其中技术考试内容是从中华武术流传至今的 一百多个全种中选取流传较广的全种 提炼出基本技术和方法创编而成的 并将其编成体力统一、标准一致的 单全种段位技术教程 这套技术教程按照中国武术既能单练又能对打 还能用于实战的传统模式 构建起了包括单练套路、对打套路、拆招应用 三种练习形式的技术体系 并且从丰富多彩的武术攻防技术中 提炼出打、踢、拿、靠、摔五类基本技术 分别作为一致五段位的核心技术 再按照各类基本技术的难易程度 依次编入不同段位技术 然后将上述各类基本技术 综合重组成六段技术内容 这一创编体力既体现了 练打结合的武术教学和训练模式 又体现了各段级技术的独立性和相互联系性